我們就來看題目 有個兩頭有50毫升的水 丟個木頭然後75 木頭拿掉再壓個10塊要80 然後10塊壓下去要120 請問多少 我講過你就寫下來就好 水是50 木頭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水架部分的木頭是75 水架石頭是80 把它壓下去全部是115 那就請問你木頭多少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 水加10加木是115 水加1080 所以要求木怎麼辦 減就好了 所以你就減就好了 115減80 所以我說你就把這樣子寫下來就好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什麼東西寫下來 一看就知道該誰加誰誰減誰 一看就知道 要看那些數字看到分檔 所以就答案就選C 答案就選C 可以嗎 可以 好來 這就是我們講過我們的可愛的血色體 寫考過類似的東西 到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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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涼沙子 倒水 到最後 結果你倒下去之後 只有到三百阿 你原來就兩百五阿 結果你又倒了一百毫升 不是應該三百五阿 為什麼只有三百阿 就我們只有三百阿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 我剛剛暗示過你答案 我剛剛已經暗示過你答案 我剛剛已經暗示過你答案 7-7 C 你說什麼 C 你說 那個沙子是有空隙的 所以水倒下去的時候 水會浸到空隙 所以一開始的 所以一開始的 所以一開始的那個 兩百五是什麼意思阿 沙子加空隙 然後有個水對不對 水是一百 水倒下去 空隙被填滿了 所以那個三百是什麼 三百就是沙子加水 所以你這樣寫完 你就會算出來 沙子有多少 所以是因為進到空隙裡 所以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那他應該有多少 第一個 第一個兩百五是 沙子加空隙 倒下去是水是一百 水下去之後 空隙就沒有了對不對 所以變成 沙子加水叫做三百 那請問你 沙子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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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算出來了嗎 你有沒有把他寫下來 你就會算 就知道該誰加誰 會掰也沒有四十號 也沒有十九號 有沒有帥哥男 二九 二九不在 那一隻 豬 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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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幾乎民視答案了 豬喔 撿嘛 剛剛跟你講 沙子加空隙兩百五 寫下來 水是一百 水加沙叫做三百 他問你沙怎麼辦 就減嘛 水打就兩百 夠簡單嗎 夠簡單嗎 OK 這就是練習 練習 這個題目是我們學測考過的類似題的 OK